不少人一早上班都會買杯超商咖啡 黑金商機驚人 以7-11為例 光是咖啡年營收就超過150億元 每年穩定成長一成以上 但讓業者躺著賺的卻是這項服務 超商代收服務十分方便 咖啡水電費停車費罰單 器人費電話費通通都可以在超商 繳納完畢提升便利性 根據統計 美國人每年到超商代收繳費 平均繳納20筆 超商總計代收金額高達8000億元 已經超越本業總營業額 以千元鈔票堆疊可堆出絆動101 有超商業者透露 每筆手續費收入平均約5元的代收服務 實則成本低獲利高的投資 可帶來每年約10億獲利 代收手續費就佔整體的25%以上相當可觀 不過超商販售這項商品也引發討論 熱呼呼的縣竹魯未出現在超商裡 網友質疑這會賣得好嗎 到底有沒有搞頭啊 然後剛好這邊都買得到 感覺滿好賺 面信當然是提高很多啊 因為現在就不用特地跑到夜市啊 或者是小吃店 各內行人指出台灣人一年內 可吃多達300億產值的滷味 滷味在台灣不難賣吧 超商販售商品越來越多元 也成功創造前潮 記者林正堅 林船安 陳舟人台北 採訪不到 好 好